另外要带您关心资深制作人刘志雄 上个月才拿下第五座金钟奖 生活风格节目奖 没有想到走下舞台后 身体却突然出现不适 紧急送医开刀 经过两个礼拜的治疗 今天传出病逝的消息 享年54岁 对此公共电视在脸书上证实表示 太突然了 热爱影视工作的他 在光荣的舞台上羡慕 去另一个世界 继续做他喜欢做的事了 缅怀留制作人 也感谢他的温暖同行 哈喽我是郑慧良 想要抢身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社新闻的YouTube频道